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算是真正的封面主体 目前封面游戏滞留在台湾北方的海面上面 正在逐渐的往南移动 预计到了明天就会通过全台湾 各地就会出现明显的震雨了 而且封面通过之后 还有一波新的冷气团会南下 这波冷气团可以说是今年入冬以来 最强的一波冷空气 有机会为中部以北地区带来10度左右的低温 到底会有多冷呢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在北部地区 虽然说云量多了一点 但是整体来说还算是温暖的天气状况 不过到了明天封面通过之后 开始有一些震雨出现了 转成又湿又凉的天气状况 低温降到15度 高温大概来到20度左右 而到了初三开始 可以看到会是一连的 大概五天六天左右 都会是一段相当寒冷的这种天气状况 而且气温一天比一天还要再冷 可以看到初三 初四 初五 一直到初五以及初六的时候 大家要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 北部地区的低温就会下降到只有10度到11度左右 高温也只有14度左右了 而且是维持一段比较长时间寒冷的感觉 所以要特别提醒小朋友 还有一些老人家 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务必要多加注意这样子长时间寒冷 对于身体的影响了 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寒的准备 一些保冷的衣服要赶快的准备出来穿了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这一次 也会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可以看到在下个礼拜一二 这个低温也会降到只有14度 空旷地区也有机会出现 大概只有12 3度左右的低温 而在中部地区也会更冷一点 预计也是出现大概10度到12度左右的低温 所以这一次这波冷气团 会是带来全台有感的降温 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再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 刚刚提过了 明天会受到一波封面云气通过的影响 或是全台各地都会出现明显的震雨 所以明天提醒您出门一定要急得攜带雨具 那么降雨的情况到了初三 水气就会逐渐的减少了 不过因为接下来是吹着东北风 所以在迎封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初三 初四 初五 仍然是属于这种比较湿凉的感觉 特别是初三到初四 因为封面的北部东部地区水气还是蛮多的 会是感觉又湿又凉的天气形态 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从初三开始就会逐渐地转成 比较偏干的天气状况 干冷的天气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这个都是下雨的符号 受到封面云气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震雨的 也提醒您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最后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封面通过 所以全台各地都会转成 又湿又凉的天气状况 建议您安排活动 以室内活动为主 会比较适合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而紧接着到了初三 还有今年入冬最强的一波冷气团 会南下 气温就会向溜滑地一向往下滑了 到了初五初六 大家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 北部地区的低温 就有机会来到只有10度到11度左右了 会是相当寒冷的感觉 而且全台各地都是有感的降温 提醒您务必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寒的准备 以上就是这里